各位大德 感恩你们 让慧生有这个机会 在公共的道德领域这一块 去将我这一身 佛菩萨要求我的 我本身的人生经验 看到很多奇印的印证 来讲讲这一块花心 从2020年开始 我想到乡下 我的主庭 我那个主庭是个小村庄 很多新住民 因为在海边 也有很多单亲的 也有很多隔代教育的 那这些肉世呢 跟都市的孩子比起来 他的随喜资源就没有那么丰富 成长的环境 资源就没有那么具足 所以经过二十几年来 在月会山的成就 已经有一定的人才 一定的资源 所以享用最少的资源 最有心的人才 将这些人才运用到 来自十年后 他们变大人才 也在用十年的爱心 让这五年级六年级的孩子 到二十岁二十一岁的时候 到都市来 不会受都市的繁华引用 而消失的憨厚纯真的心 所以才在四个学校 拟据了六十个五年级的学生 在四个学校聚集的六十个六年级的学生 我想从五年级六年级 以国一国二国三高一这六年来陪他们 以历代圣贤校训的典范 来启发他们对父母的孝敬 对师长的孝敬 我若是集聚的连长的 有社会一定的认知 有得横的长者 一起来关心这些孩子 我想这样的宗教教育是很正面的 那么经过这三四十年来 在宗教的付出 已经得到社会人士对我的承认 所以在资源上 在奖励上 比如说这六十个国小五年级的学生 我们会给他放奖金 他从一个学习一切花费 大概是台币五千七百多 那我就给他六千块的奖金 谁有够格拿到这个六千块的奖金 就是他学习最好的一个 还有他学习最认真的一个 还有他全请都没有请假的一个 还有在六十个里面推选一个孝子 这四个 那五年级四个 六年级四个就八个 一个那六千块的话 将近五万块 还有呢 就是奖状 给他永远的鼓励 以及你得到被认定的奖 你的班上若是有四十个同学 那我们再捐献你四十份的小礼物 让你的班上因你而有荣耀 你能够为你的班上争取到荣耀 我想这样的话域对我们的年轻人的杂根 对小孩子能够补足家庭文化的欠缺 也能够补足随校哲理教育的不重视 也更能补足目前社会公共道德教育的不够 用这样的心呢 来拟据有心人士 一起来为这一百二十个孩子 在乡下给他们一份爱 我不晓得这样的理念 有这么多人来响应 捐我资源 捐我经费 想出来尽心尽力 让孩子在无限的爱 来随武功啊 来随画画 来随梳法 来随仪器之场 让当他们有能力的时候 他们制作的东西 就由我们团队的志工 来给他认捐 让他有个生活 去帮助他的家庭 希望这样的一个响应 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参与 祝福各位 未来的一年 你的功德满满 阿弥陀佛